這個是我在全年超市買到的黃色的花椰菜 然後我今天要來煮一個乾鍋花椰菜 現在就跟著咪咪媽一起來做吧 現在把這個切掉 稍微有黑黑的地方我把它切掉 把它摘成一小朵 过年吃太多的肉了 想说多吃点青菜 所以今天我打算 剩下这个将近一朵的花椰菜 多用下去了 我再加一点绿花椰菜蒸饰 我再加一点 我再加一点 双头切片 另外我还准备了干辣椒 这个花椒粒 干辣椒我这边没有加了很多 我上一次做的时候 放了很多的干辣椒 就我们家的人就辣过头了 然后我这次就收手 就是一小把就好了 火锅中烧开了一锅水 然后加点盐巴 让它到时候烫菜才有底味 我先来烫绿花椰菜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烫太久 烫好绿花椰菜泡一下冰水 花椰菜也是一样 等它水滚之后我们就可以捞起来 水滚了那我们把它捞起来 哇掉出来了 锅中倒点油 下入花椒粒 我现在是冷锅冷油 花椰那个香味有出来之后 我们加蒜头片 蒜片加下来 我们这时候加蒜片下来也是有让它有降温 因为有花椒粒在我们那个火一定不能开大 一定要开小火 不然花椰粒很快就会焦掉 就会黑掉 然后就会发苦 好绿片已经变色之后 干辣椒 花椰菜 开大火 加盐调味 起锅前我们加点乌醋 好 葱 老姜丝 我這裡的樹脂是放到一小罐 因為我今天的石斑比較大 所以我放到一罐 魚露我家大概是喝湯的湯匙的一匙 用力攪拌 用力把它用擠壓的 就是一般人說什麼 蔥薑水 只是我的那個水是用那個樹脂的 那個醃製它的那個湯汁 然後我順便也把樹脂把它壓一壓 我們把這個醬料 把它放在魚肉上面 我是都會再把它抹一抹 把醬汁淋上去 這樣子就可以蒸了 然後外鍋一杯水 我們再到家裡